韩国瑜 有我们人民选举罢免的权利 所以选举罢免 我个人完全的尊重 我们这个团队第一不贪污 第二不操土地 第三不包工程 全心全意打拼为高雄 我们每一项工作都认真地做 而且清廉有效 很多市民朋友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对于这些罢韩团体 我从来不正面回答 我个人认为高雄是几十年的发展 是吃了亏了 为什么? 政府过度的重北青南 高雄有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条件 没有完全放出来 高雄是有巨大的潜力 没有完全的发挥 所以这一年半 高雄市民朋友应该非常清楚 全台湾最让大家关切 重视就是高雄 宣传整个城市的光与热 可以说想骗了全世界的华人群 我们这个团队为市民打拼 我们真的是问心无愧 其实市民朋友自己要去思考 至于罢韩团体 我们就是一句话 所有外县市的好朋友 6月6号这一天 拜托不要来高雄 请你关心韩国瑜就可以了 不要付出行动 来到高雄 没有必要 会造成更多其他的想象空间 不必要 第二高雄是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 请你不要出来投票 出来监票就好 第三 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 都非常的清楚 站在那里被罢免的 有的是被鼓噪出来的 所以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 我们有信心不出来投票 高雄市是不是改变了 大家自己仔细去观察一下 我对高雄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也充满了乐观 我认为只要我们团结合作 高雄一样可以蓬勃发展 亲爱的好朋友 谢谢您对韩国瑜的关心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